相信耶稣的人,世界是什么呢?世界不是一个关系而上人吗? 日万福音当中,世界的看法比较消极。 下面呢,我们先去个例子来看看。 第一个消极的看法是,世界是耶稣相对立的。 日万福音当中,使用了世界的消极。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,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。 使凡信他的人不致丧亡,反而获得永生。 因为天主没有派天子,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。 而是为了这世界,借着他而获救。 那信同他的不受审判,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。 现在就在于此,光明来到的世界。 世界却爱黑暗的世面光明。